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私人的 欢迎来到秃头歌女艺术现场 上一次呢我们完成了 第一集的录制《成为女人》 今天我们开始第二集的录制 《看不见的牢笼》 我们首先有请文贤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题 为什么叫《看不见的牢笼》呢 《看不见的牢笼》 为什么叫《看不见的牢笼》 我们的这个项目叫《成为女人》 第一期呢 我们录制了一个男性基督天导演 他访问了99个受到家暴 受到暴力侵害的女性 正好就是徐州的这个 铁链女的事情出现 当时我们就 真正深深能够感到这个暴力的存在 而徐州的这个八海母亲 她们受到的暴力 包括我们看见的芒山的电影 让深深的让我们感到这个暴力 我们对暴力的无力 今天呢我们就是想从有形的暴力来看 无形的就是一种看不见的牢笼 目前在我们录制这个项目的时候 发生了更大的暴力 它就是战争 乌克兰和俄国的战争 这个时候这个战争的时代这个暴力 那就是不是我们一般可以想象的暴力 今天呢就会谈一种暴力 特别是性侵家暴 给这些受害者人造成的后遗症 长期的进入一种入侵式的机会 对周边的人和周围的事物 产生不信任的焦虑强迫 没有创造力 而这种伤害 它是一种长期的非常隐蔽性的伤害 而这种伤害让我们看不见 但它又实实在在存在呢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看不见的牢笼 非常好 我们今天也有幸请到了嘉宾默海成老师 默海成老师是性教育高级讲师 也是性与亲密关系的高级咨询师 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 也当过临床医生 可以说是非常有实践经验和学术经验的 尤其现在是专注于性侵害的 这么一个心理咨询的研究 我们非常感谢默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 很荣幸地参加本节目 默老师 我突然想起我跟好多的女权和女性艺术家 现在谈到了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 就是性侵和性骚扰这种东西 在国人 我为什么说国人 其实西方相对比较明 都难得摸你像怎么样 他们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其实这个 他会对受害受暴者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伤害 而这个心理伤害在医学上 它叫创生后应急障碍 国际卫生组织 他们已经把它定为一个独立的精神障碍 所以这个精神障碍就产生着这个创伤 对人生 特别女性在这个地方 人生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是负面的作用 所以我想请你讲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我们曾经接过一个大二的女学生 就是社交障碍 当时说的是社交障碍 就是完全不能出宿舍门 她已经选择性失忆了 但是就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认知 在她大二开始有喜欢的一个男生的时候 突然间跟异性的交往的 受伤害的创伤记忆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其实那个案件中 那个犯罪者已经被绳之以法 而且被判了很重很重的刑 就是施害者其实已经受到惩罚了 但是对于这个受害者来说 从五岁到她大二这一段时间 这个创伤一直深深的埋在她的心里 当她交往男朋友有喜欢男朋友的时候 就触发出来了 那喜欢男朋友之后一定会有肢体接触 这个肢体接触其实又是她创伤性的记忆 你看PTSD的这个 她就直接被她激发出来 一激发出来之后 她就感觉周围所有同学都在嘲笑她是肮脏的 妈妈反而更伤害她 你看你从五岁开始就招惹男人 父母的这个意识都还在错误的认知里 又造成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女孩到最后 真的你真的很可怜 她没国人的一些错误的性认知啊 就说摸你一下怎么了 我看你一眼怎么了 我看你你就受伤了 这是很多人对心理创伤体验 其实这种心理创伤体验呢 她有四个比较明显的这种症状 一种就是她创伤体验的反复重现 就本来她受这个创伤 她自己已经会常常的自责 再加上旁边人又不停的 你算什么呀等等等等这样 她会加重她的这个症状 那她第二个很典型的症状叫回避 就选择性失忆 其实她其实这种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心理上的一种自我保护 我不想被伤害了 我把这段记忆给忘却 然而由于周边的这种意识环境也好 主流环境也好 常常又很难让她做到这种选择性的失忆 那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她认知和心境的这种消极变化 加上性伤害 继续告诉她 你是肮脏的 你是错误 PTSD的患者 她本来就是警觉性很高 很容易被 本身她已经受到创伤 已经出现PTSD的这样的症状了 但是周围的人或者一些有错误认知的人 反而继续在用她的创伤 还在伤害她 所以这一类的性骚扰的受害者 她受的这个伤害是加倍的 今天呢我们请我们的新锐艺术家 007来做我们的嘉宾 007她是学综合艺术专业的 她呢在18岁的时候受到危险 长期强迫焦虑 后来她通过艺术预料和心理咨询 渐渐地走出来 找到自我构建的主体性 和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归宿感 那我们首先还是请我们的艺术家 谈一谈她受到过什么样的伤害 007 您当时受到第一次伤害的时候 只有18岁 是吗 能不能讲一下当时的经历 这件事情离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这个其实我比有的人稍微幸运一点 就是幸存者 可能不是说从小就被这样 甚至是被家庭内部这样子 但是呢到了这个18岁的这个 所谓的就是一个好像看起来成人的这个年龄 但是在其实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 限缺性教育的这么一个水土 或者说是文化下呢 其实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 就是对于一些离开了这个校园 但是呢就是说 等待着即将进入大学 对大学有一个乌托邦幻想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我们的这个自主的或者说这个人格的主体意识 可能还不够成熟 而且在这样一个亲朋不接的时候 就是在缺乏性教育的一个状态下 那么可能作为女生来说 可能也是这个社会性别意识里面 不太加强教育这方面的这么一个群体 是让我觉得挺受打击的 然后也不知道去跟谁讲 对我们也了解到受伤害以来 这么多年很多年了 就是没有心灵的安宁 就是对外界是不信任的 内心是封闭的 那么莫老师在这里 您是怎么来看待007 现在的这种状态呢 首先我们先定义 他受到的这个伤害 如果从专业上讲 我们把它称为性侵害 就是性侵害实际上就是指 一切有性意味的一些性伤害 或者强迫性的性行为 那通常呢 性侵害的受害者 我们人们理解的这个性侵害里面 强奸 猥亵和性骚扰 就是大家日常 听了比较多的一些词汇 那么比如说强奸 这种性侵害很容易 或者说更容易被立案 或者受害者更容易得到帮助 因为他有实质性的结果 那像猥亵或者是性骚扰 这一类的性侵害的话 可以说真的叫无声的伤害 因为他不一定有肢体上的伤害 但是他的这个伤害 对于这个受害者来说 他的心理影响和心理创伤 是非常久远的 就假如说这个受害者 如果他在受伤之后 没有得到专业性的帮助的话 可能这个伤害会伴随他一生 就直到他生命结束 这个伤害还会一直伴随着他 那个莫老师 刚才你说的那个伤害 它是 它这种伤害 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性羞辞在里面 是不是 对 他性侵害案件跟其他案件很重要 就是跟其他犯罪很不同的一个点 就是可能我们别的犯罪 你会看到那个施暴者 他是不敢拿他的犯罪证据来威胁受害人的 但往往在这个性侵害案件里面 这个施暴者他反而比如说 好你敢报警或者你敢求助的话 我就把你的什么照片呢 或者你的这个视频公诸于众 让大家一起来羞辱你 这样就会导致那个受害者就 不敢去报警或不敢求助 那这个有意思的点就在这里 明明那个是他的犯罪证据 我为什么会害怕 而这个核心就是普遍性的叫做性羞耻感 一个是社会这个受害者的性羞耻感 一个是社会的性羞耻感 就是这个性羞耻感可能是大部分由于主流文化的影响吧 我们对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会让这个受害者觉得我在性上面受伤害错的是我自己 我很羞耻 我是坏人 他不知道那个施暴者是坏人 他反而由于对性的这种错误的认知 导致他一直特别的自卑 这也是怎么 为什么会加深他的心理伤害 而我们社会主流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比如说某某他可能被性骚扰了或被强奸了 人们就说就是因为你穿的太暴露了 所以你才会吸引别人骚扰你 你化的花之糟展的 所以你就是把所有的这一些被骚扰的错误归罪于这个受骚扰者 所以其实这都是性羞耻感 是人们首先有一个前提 他觉得性是羞耻的 所以受害者也不敢求助 然后施暴者还变本加厉 这个听起来很荒感 这个时候我们想去 007你有这种感受吗 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这种人格特质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一直在以前以为就是说性的这种事情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观念上比较保守 然后呢又没有接受就是非常丰富的成熟的这方面的教育和理解 所以说这种事情在一个性观念比较简单 或者说保守传统的一个人身上去发生的话 他会在一个还不知道就是说对性教育处于无知 比较无知的状态下去危及到或者威胁到一个人的自尊 对不起打断影响啊 你说这个理想主义者 你是理想主义者 我不是特别理解这个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因为是理想主义者 所以有此感就是更加强烈是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女生嘛 从小其实看那些就是爱情的那种编剧啊什么 都是让我们从小就是吸收的那种声音都是爱情至上 没有人告诉你说爱情到底怎么至上 然后所以说再加上欠缺性教育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为情感论 然后就是你们情感诚实的时候 可能才去发生这一步 但是至于说那一步是到什么时候去发展 社会教育可能都会给你掩饰 那个莫老师刚才说的性修词的话题 再问一下莫老师 这种性修词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系 对我知道基督教它也是一样的 特别是中世纪 那对性的压抑 就是说性对于基督教 也是只是生产的工具 也不是说这种解放的 享受的一种 自我享受的一种爱 但是我觉得好像 东方和中国对这个性特别的压抑 其实它不是中国的特有产物 它全世界都有 不同的国家 它在不同的文化下面表现性是不一样 那西方走得比较早 是因为其实西方的性革命 性自由也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中国现在慢慢在走 那中国的早期就像您说的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性自由的阶段 我们中国有个皇帝 不知道大家知道黄色的皇帝王的帝 就是中国的五帝之一 那皇帝最早在古代的传说里面 就是教这个皇帝的性技巧 防中树的是个女性 她叫素女 那民间还有一个叫做素女经 这样的一个古籍 现在是就是民间可考的一个文献 那么这个传说 也就是其实在古代 女性是在性上面是主导 在中国古代文化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 那么在唐朝的时候 汉唐的时候呢 性非常自由 对女性是宽容的 很多女性她婚姻是自由的 离婚啊 不会被歧视 甚至有一些地方的女性 骑马裸上身 都是非常流行的文化 那么中国的性禁锢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大概从宋朝 宋朝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政治原因 她开始了一种 比较禁锢型的性文化 那从宋朝开始 我族就是禅族那个事 就开始流行起来 而关于这个癥结排放 刚才我其实想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的007说 她觉得自己是完美主义 所以在性上面要求很完美 其实就来自于这个癥结排放 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影响 就是女人必须有自己的真超 就是你只要在性上面 有一点点受伤害 你的真超就被玷污了 你就是不完美的女人 其实这就是一种 很错误的性价值观 但这个价值观 其实就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 那其实第一个 中国第一个真结排放 是秦始皇立的 但是当时他立真结排放 不是用来禁锢所有女性的 他只是为了表彰一个战士的妻子 为自己的丈夫养家 然后守身 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当时秦始皇不是为了贬低所有女性的 但是这个真结排放到了 我们特别到了清朝的时候 就被这个统治阶级 他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个社会 就把它变成极端化 就拿来放到所有女性的身上 作为一种标准 就是女性在性上面 你必须守真 你必须 而且是用处女魔来代表 这个守真 这样的一个文化 潜意识就逐渐逐渐的这样 就盛行起来 也就怎么说 潜移默化的 就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认知 真的 当然现在社会也在进步 所以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 也越来越多 在努力的推广性教育 就让人知道 那个是错的 可是我们也不难排除的说 就是毕竟这个历史文化 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的久远的 所以我们为之努力 包括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 我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听见 要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跟完美不完美 没有任何关系 性只是我们人的一个很自然的 就像我们吃饭睡觉 拉屎放屁 这样的一个 四时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聊聊体炼女的事情 其实当时的思想 已经非常的先进前卫 包括对性 我看那个丁玲的小说 我们村里的妇女说 城市的那些女大学生 都是婊子 就是随便找男人 自己想找谁就找谁 玩有这种事情 我想问的 五四以来的 就是新文化运动 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实质性的改革 才能够使它彻底的改变 其实说实话 国家是在努力推动这件事情的 从周总理 我们建国以后 周总理他在很早的时候 就说青少年需要性教育 但是问题就是 缺那么一批 能够有正确的性教育知识 或者正确性理念的人 去带动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推广上 缺少一些专业的人士 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中国的人口 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有很多人 他在文化的普及上面 特别包括 就算现在我们去普及性教育 也有很多人 由于知识成本的问题 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学习 那还有就是 这个癥结牌坊 由于它是食物 就是它在中国 是可以找到那个历史食物 人家立在那里的 这种食物性的建筑也好 什么也好 这一类的东西 它可能会比那个思想融入的 更容易受影响 就所以我为什么觉得 咱们艺术形式特别好的原因 就是我们也可以 终于可以有一个途径 不是光靠我的嘴巴在说 而是用实实在在的事物 让人们去影响人们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女性发声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嘉宾 林明七 非常勇敢地站在了 我们的这个舞台上 来跟很多的观众 说她自己的内心的感受 和她的更好 对社会的期望 您是怎么想的 林明七 您能再介绍一下 您的这种勇气 是怎么来的呢 比如说您以前参加过 一些艺术预聊的项目 您现在也积极地参加 这种性教育的 助教的活动 和包括参加一些工作坊 和一些艺术剧场 那些项目 您是怎么样渐渐地发现 您是需要站出来 或者说您有这种勇气 站出来跟我们分享 一方面是因为 我觉得以前 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其实也是从 2018年开始 就是这个国际上出现了 这个MeToo的发生 以及就是到了这个V2 然后这些就是 曾经在世界各个地方的 这种隐忍 然后又内伤沉默的 这些幸存者们 就是在这种社会思想的进步 还有女性经济教育的地位 提升之后 就是就是选择了去去反抗 那我觉得在就是之前 在我之前每一个 然后勇敢去尝试 去发生反抗 去说MeToo Yes,V2 然后这样的这种呼吁的女性 甚至有一些男性们 就是都让我看到了 就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 看到有女性的记者 在做这些公益 然后媒体也在反思 包括台湾的女作家 林一涵的小说 《仿此奇的出演乐园》 终于遇到了一位 由幸存者变成心理咨询师的 这样一位女性 作为我的咨询师 来陪伴我 关怀我 以及就是我 比如说去之前参加培训的时候 也有国内资深的 男性的心理督导老师 他在曾经就是接触这种 性侵害 可能比我更加严重的这些案件 甚至到法庭 给他们去做数次 停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也呼吁我们 觉得说要去支持幸存者 可以让他们网络去发生 林七七 医术预疗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话题 听说您参加过很多次 艺术预疗 您觉得艺术预疗和一般的心理咨询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艺术预疗它的神奇的地方在什么 就是在经历了比如说像诸如PTSD 这样比较重大的创伤的情况下 一个人其实是很难去用他的思维 能够把他的这个语言 就是组织的比较清楚的 再者因为就是没有安全感 不容易去信任别人 所以说就是如果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口头 进行一个表达的话 那么一些就是非艺术预疗的形式 其实不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么艺术预疗的方式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 他会用了一种就是 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比如说举一个跟我们生活之中联系比较紧的 比如说有人上班上累了 然后他觉得也很无聊 那么回到家里之后 他可能听一首歌或者说看一个剧 他就觉得很放松 这个放松是什么呢 还有什么非得接触这种东西呢 或者有的人去跳个舞 其实这就是在给自己做一个 清楚的艺术療癒 如果我理解对的话 那就说艺术用艺术的方式的话 刚才你说的就是看电视或者怎么样 那它毕竟还是消费性的艺术 但是如果你进入艺术创作的话 跳舞或者说是写写作 然后甚至是写rap 其实都是一个对自己敞开 然后去面对自己 这个时候只有你 然后这个世界是你自己的 你可以去创作它 别人可能没有经历你的这个过程 然后你自己可以创造自己的符号 自己的语言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说话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 只有你自己 你可以自由的表达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艺术 最核心的一个美丽 我觉得它 所以不过是不是就经典艺术 才能够表达就是更深的情感和思想 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经典 我个人觉得无论哪种 其实是不是经典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说的这个经典的艺术创作 就是首先我可能说的有点就是没有解释清楚 就我对于经典的一个在就是在结构或在建构 它是以一个男性的视角来 那么我们女性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 以及大家共同的这么一些呼声 是不是也能够在艺术的这个史上 或者说就是这个记载上 能有更大的这么一个话语权 或者说是也带来更多让别人觉得 这也是同样是经典作品 而且是穿越时空的 也是世世代代一直都存在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像梵高比如说创作就是这个 就是就向日葵 然后穿梭了这么这么多 这么多世代或者说这么多的国家 但是大家当了解他背后的这个过程 在心理学上来说 他当时是一个躁郁症 躁郁症的患者 然后大家被他的故事打动 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真真正正 属于女性的一些就是 就是一个悲伤的或者说不幸的一个题材 被大家这么多的去关注呢 像美国的这个流行女歌手 非常知名的Lady Gaga 就是曾几何时 她其实也在高中的时期经历了 就是说这种很恐怖的强奸的 这种性暴力的问题 但是幸运的是他也仍然可以用艺术 就是说这种音乐的方式 去不断地去创作 然后去歌唱 然后虽然他就是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就是这个装扮或者说造型 是比较夸张和雷人的 然后在心理学来说 他是有一种表演型的这种人格的状态 但是殊不知这种状态 其实都跟他背后的性创伤是很有关系的 他索取了这种关注 然后用一些好像很有攻击性的这种符号 尖锐的这种锚钉呀 然后这种就是这种反抗的这种意识 其实天马行空的背后 都是他可以就是用这个艺术去解构 他内心的这个牢笼 然后在表面上看来 这种大胆的情味的装扮 甚至暴露惊世害俗的这种 就是在粉丝眼里 就是褒贬不一的这种说法 其实在他的这个演唱会上也有就是说到 他是一个MeToo 他也是一个幸存者 并且他也愿意为V2去发声 所以说就是他也好 包括就是那个现代舞的那个皮纳豹石 他在创作就是《春之记》里面 那些表达少女在这个献暴力之中 只能去献祭的这么一个 群体的这么一个行为和事实 女性受到的这种压迫 以及就是法国的那个 就是发明那个用颜料打枪的 那么一个艺术的这种创作形式 也就是从中去尝试修复自己的主体性 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是 明灵器 我觉得你还真的是一个很古典的人 因为刚才你说的对 你对古典的理解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 没有一个所谓的绝对的经典的东西 因为这个经典是跟时代有关系 歌星 他们以前如果是一百年前 人家都说是婊子又怎么样的人 但是现在的表达就是不一样 所以他也要他金刚凡高的表达 其实从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差别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 我们自己女性内心觉得 可以表达自己的一种形式 做当代艺术 其实当代艺术就是要创造自己的经典 打破一切成规弄书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但是就是我可能考虑到说 别人怎么理解这个 然后像古典让我们莫名其妙 就戴上了一个面具 而你刚才说的这个 癥结排放和那个恋女什么的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 变成了一个癥结的女人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做最好 而我们一般的人做不到的事情 当代艺术就像玛丰娜 或者是雷比嘎嘎 她其实是唤醒的是 人的本身本能的就是 而我们就是放下我们自己 我们就做我们自己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情感 真实地表达 包括我们的不高兴 我们的无能 现在就承认我们就是不美 所以我们就要接受我们自己 从这个接受的过程中 我们得到了一种预料 我们想请莫老师 我想一下您是怎么看艺术医疗的 您是做心理咨询的 我听说您还做过男人独摆的花剧 艺术医疗和艺术的关系 在作为心理咨询师 性心理咨询师那里是什么样的位置 我认为这个艺术预疗 它对于性侵受害者来说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武器 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林林奇 他又讲了一个 就是一个自我表达的部分 在自我创作里面 可以比如说我们做的 这个男人独摆花剧 其实英文叫阴京独摆 对我们就是找了11个男性素人 然后通过书写 现实中真实的跟性别相关的故事 然后去展演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认为也是一个艺术疗愈的过程 就所有参演的演员 他演的那个角色 有可能也是他内心中的那个自己 也有可能是他被性伤害了自己 当然也有一些施暴者 就是他去参演了施暴者的角色之后 其实现实中他也是施暴者 但是我们会很发现 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话剧的表演 这样的艺术表达之后 不仅是受暴者 他得到了一个心灵的疗愈 连施暴者 他也看见了自己的行为 就是他能够从艺术中 他看到哦 我的这个行为是错的 就是另外就是艺术的表达 我觉得很好的部分是 他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性侵的受害者 去宣泄他的不良情绪 就像我们讲 PDSD的那些患者 他对自己的消极的态度啊 他产生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 他通过在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 在艺术的表达里面 他宣泄掉了那一些消极的部分 黑暗的部分 他就能慢慢的把这个牢笼啊 一根一根慢慢的去打开他 所以我觉得艺术了 打开牢笼 艺术这个是无形的力量 大颇有形的牢笼感见 007 您在艺术预疗的过程中 是否感觉到自己被看见 然后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是的 因为本来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 在学校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接受到一种 觉得说一直在你内心最深处的 其实当时我是跟艺术 其实是有一个脱节的一种感觉 艺术的教育 或者说是课程 也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一种释放 是不幸的一些打击 或者说是问题了之后呢 就是我就是演询师的这个交流 还有就是借助戏剧的参与表达 慢慢的能够从迷宫里画出一个地图 然后走出来 那么我就是写的就是 关于就是倖存者表达的诗 或者说是唱有的歌曲 或者说把一些就是内心的感受 投射在一幅画面上 或者说用身体在场的方式去参与 或者说诠释一个人物的角色 或者说是一个也是由倖存者 就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些曾经在接受艺术的学习的过程中 好像没有经过这种允许 或者说就是被关注的这么一个层面 我可以去发声 你看来这个艺术真的是能够让痛苦得到释放 让不被能够表达的给予表达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打破了以前的一个禁忌 就是性这个禁忌作为话题 这个就特别棒 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呢 让更多的受了性伤害 性骚扰的 在绝望中的女性 能够走出他们的痛苦 那些被忽略的哭声 然后走出自己 这个牢笼 让更多人站出来 就是成为自己 让自己成为自主自立的女人 要成为女人的一个很基本的条件 就是女人不会受到性暴力 我想这个是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我们下期的节目呢 将会讨论行而上的暴力 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 云一琪和莫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